他得了一個罕見的疾病 說他幾乎沒有辦法奔秘口水 吞咽困難 那你想說人生還能更艱難 沒有想到這一次的課題 是巴金森氏症 對 那判斷巴金森氏症之後呢 他可能有跟醫生討論 有沒有什麼治療的方法 那有媒體就寫說呢 他因為很擔心說 如果要開刀的話 他擔心跟劉貞一樣 一開刀可能出現一些意外的併發症 沒有辦法再繼續 所以他選擇就是用藥控制 對 那用藥控制期間 他又覺得好像有一些副作用 所以他又更瘦了 他又繼續吃藥之後呢 就繼續掉體重 已經掉到十公斤了 又掉了兩公斤 所以連續體重就一直掉 但他就是像剛剛他講 他覺得是老天爺 給他的一個訊號 人生該放下腳步 他說老天志有安排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 很讓人家心疼的一個人